2022年第七章个人专辑《纵横四海》发行后 中国歌手李荣浩《纵横四海世界巡回》演唱会 边拉开帷幕 并在昨天来到吉隆坡五级加利尔亚通体育馆 李荣浩本次的演唱会是以《歌地俩》的故事作为贯穿 并配合故事呈现不同曲风的歌曲 除了专辑《纵横四海》中的歌曲外 李荣浩也唱响《年少有为》 李白乌梅子将以及张振月的《自由》 和《光粱》的《童话》等曲目 下来给您送上昨晚这场演唱会的报道 演唱会一开始 李荣浩便穿着红色西装打鼓帅气登场 接着再被吉他接连弹唱三首歌曲 瞬间潮热气氛 出场后歌迷呐喊声不断 让已是汗流浃背的李荣浩直呼 真切地感受到大马的天气与歌迷一样热情 而歌迷更是纷纷起哄喊脱调 很多朋友就希望我穿衣服 但我有真诚的奉劝他们 并不是他想象的那种 那种画面 在演唱《爸爸妈妈》后 李荣浩也自曝《妈妈》在现场 但由于妈妈较为害羞腼腆 所以就没上镜 当听到李荣浩提起《妈妈》后 全场也很适去呐喊杨成林 让李荣浩害羞和笑着感谢歌迷 对他们全家的支持 并表示 杨成林昨晚在绍兴办演唱会 之后也会来大马开唱 《妈妈》后 演唱会上 李荣浩除了呈现一首首 筷子人口的歌曲 包括《老伴》 《年少有为》 《李白》 《不将就》 《喜剧之王》等等 同时选唱张震月 作曲编曲的自由 以及舞狐歌手汪良 作词作曲的童话 引起全场大合唱 然而一连串的快歌后 李荣浩却表示 唱着麒麟接着就来童话 情绪转变太快 写太坦突 他表示 难得莱玛演唱喜欢的 大马歌曲 所以决定非常有诚意地 再唱一次童话 让现场歌迷 兴奋不已 当李荣浩演唱万众期待的 乌美紫将时 更是掀起全场大合唱 让李荣浩不禁开心地 向现场歌迷表示感谢 在安可部分 李荣浩带来了 《模特和麻雀》 让歌迷不舍 以及不想结束这场演唱会 李荣浩出道以来 凭借才华横溢的音乐创作 赢得粉丝的喜爱 并且还屡次荣获音乐奖项 而他独具魅力地展现演唱实力 引发了无数歌迷的热烈追捧 RTN 关书田 黄文柔 采访报道